反正也退了 挨家想两天轻浮不好嘛 还没礼拜上单位去顾问两回 顾什么问呢 弄得人家还得车接车送 给国家省点汽油好不好 老同志嘛 工作需要嘛 算了吧你啊 你爸呀 纯属老糊涂了 还不光是老 那是他们别人 我看我爸是越老越明白 那怎么不可能 那是绝对没错 我就用二哥这观点 我就反对你们 谁反对你们 我就反对谁 你们今儿都走 你们平常不是老说咱爸 没没没 根本没有 可不你在背后不总也说咱爸是个明白人吗 就是啊 我那是哄着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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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 爷爷怎么了 爷爷有缺点就不准人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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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缺点你说没缺点你说什么呀 啊 啊 啊 是 不是我提醒你们啊 就背后爱议论老人这毛病吗 太不像话了 要不是咱爸是宁美人 我不往心里去 那不换了别人 那不错 又爸来了 又回来了 爸回来了 爸 赶紧坐着 你们这 是不是又哄着我玩呢 像您说哪儿的话 儿媳年幼无知 说话没有深浅 还往公公海涵 好了 好了 不必下跪 谁给您下跪 谁怎么办 爷爷 我全交代 我不认真听讲 不完成作业 上课骂老师 下课打同学 三叶车谎 背后子撞 小偷小摸 所害公公 不堪改造 无法造就 干脆 你就当没我这个孙女 知道我送公读学校吗 不像话 实在不像话 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先出去 明天我和你爸爸妈妈 到学校 找你们老师一块儿跟你谈 爸 我考虑再三 还是跟您彻底坦白了吧 我在学校里的表现 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一百倍 我政治上全无思想信仰 唯恐天下不乱 学习上无故旷课 经常逃学 上课捣乱 考试作弊 生活上我也是腐化堕落 冻黄色 您就当没我这女儿 把我侄送派出所算了 不像话 简直不像话 我怎么早就没有看出来 不 我早就看出你来了 只是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你的态度还不错 回去继续反省 好 志心啊 我们俩是不是明天再谈 这个 刚才小凡和媛媛交代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脑子现在很乱 没想到她们能成这个样子 实在痛心啊 好 您听完我的事吧 小凡媛媛那些 她就不叫事 好 你比她们还严重 干脆这么跟您说吧 您就直到没我这儿子 您这就把我送检察院了 是经济问题了 哎呀 我早就弹出来了 从检察院出来 您就送我上公安局 哎 流氓犯罪是归那儿犯罪 这你也有 哎呀 且公安局出来 您就送我上安全部 你看 你真的出卖情报了 且安全部出来 您顺便 那你还出得来呢你 滚 跟我滚头去 你们俩来得正好 那个 智欣 媛媛 小凡 问题相当严重 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当的这个父母 当的青嫂吗 幸亏我明察秋毫 啊 重插一切 好了好了 我们明天再商量具体的办法 爸 事到如今我们也就不瞒您了 我跟何平 你 你们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爸 我我们确实要离婚而结 我不要听了 不听了 出去 他给我出去 我看您这身答案 还寻死您直接就奔中南海了呢 知道门城哪边开吗 舵北朝门 你稍讽刺我啊 这个今天街道上 开一个老有所为座谈会 你余大妈非得让我去听一听 我忙啊 本来不想去 我来一考虑 您别谦虚 我知道您一听开会就来精神 有福利 喂 找智欣啊 您是艳红吧 不是啊 那您是谁啊 喂 是你 喂爸您赶紧开会去 都等您做报告呢嘛 谁来的电话 不是 你同学 替我向参加会议的全你同志问好啊 喂 刘影王真是你吗 哎哟 想死我了 八年了 别提他了 怎么样 在美国混得怎么样 怎么样 你在北京呢 马上过来 真的 亏你还问得出口 咱俩分手那天 我上身穿一短袖衫 下身是 怎么样 让我现在这身大伙去接你 今儿可是刚挺暖气啊 那 那 得嘞 没问题 肯定你一见我面 就往我身上扑 拦都拦不住 那就咱们说好了啊 赶紧的啊 我跟你说 我给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哎哎哎哎 哈哈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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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